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5日 星期二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裔在4月24日赴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並且會在星期三26日與拜登舉行美韓峰會的核心議題是 韓美經濟安全合作 還有加強對朝鮮實際的威懾 另外還傳出美方希望可以與韓國聯手 在晶片上圍堵中共 這樣也讓尹錫裔訪美之旅備受北京關注 尹錫裔這次訪美是韓國領導人自從2011年以來 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尹錫裔還帶領了100多名企業家一起訪美 希望美國對電動車、乾電池和半導體方面給予優惠 今年正好是美韓確立軍事同盟關係70年 上方關係有望藉著這次訪問 推至新高點 有消息說 在尹錫裔訪美期間 美韓將會討論多個議題 例如台韓問題、高科技上的聯手 還包括在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時 美國如何向韓國提供加強威脅的保證 根據BBC報導說 在首爾一家地下餐廳的私密房間裡 一群政治家、科學家和軍方人士 正在召開核政策論壇的首次會議 計劃韓國如何發展核武器 其中一些人的身份過於敏感 沒有辦法公之於眾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 韓國擁核的想法已經爆炸性感成為主流 甚至尹錫裔也在一次國防會議上 也提出了這種可能性 這樣令到他成為近年來唯一的一位 將核選項放在桌面的總統 現在 韓國的報紙專欄每天都在大肆宣傳這個想法 而令人驚訝的是 四分之三的公眾支持這個想法 韓國人對他們那個擁核的朝鮮日漸焦慮 26日找石瑞章前往白宮尋求拜登的支持 而白宮之心官員表示 拜登打算在26日峰會時承諾採取 實質措施阻嚇朝鮮核武威脅 值得關注的是 就在韓國總統訪美之前 中韓爆發口角衝突 尹錫裔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 台灣近將局勢升高 是有國家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韓國會和國際社會站在一起 絕對反對這樣的改變 他還提到 台灣問題不單止是中共和台灣之間的問題 和朝鮮問題是一樣 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尹錫裔的表態引發中共不滿 隨後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 孫衛東 召見韓國駐華大使 鄭在浩 提出嚴正交涉 說尹錫裔的言論 完全不可接受 但隨後 韓國外交部也召見了 中共駐韓大使 迎海明 對中方評論表達抗議 在兩國護照大使的隔日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就警告說 誰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做文章 中共絕不含糊 絕不退讓 顯示了中韓火藥未十足 美韓峰會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議題 就是韓國在晶片戰中的立場 《金融時報》在23日報道 如果中共禁止全球晶片 存儲巨頭 美光公司在中國銷售的話 這樣 華盛頓要求韓國政府 斷促三星電子和海力士 不要趁勢增加對中共的晶片銷售 以免讓中國得力 填補中國市場的空缺 這是美國的計劃 可以團結盟友一齊 來對抗中共經濟脅迫的另一招 報導說 美國向韓國提出這類要求 顯示晶片是美中競爭的核心 目前韓國諸華盛頓大使館和三星 都沒有回應《金融時報》指評請求 SK海力士就表示 未收到韓國政府的通知 美光拒絕指評 麥公也沒有對具體細節發表行論 但是表示拜登和尹錫瑞政府 在國家和經濟安全問題上深發合作 包括努力保護前沿技術 而且合作取得歷史性進展 4月24日 霍士新聞發聲明說 媒體和塔克卡爾森已經同意分度揚標 霍士聲明中提到 我們感謝他作為主持人在此之前 作為貢獻者為網絡所做的服務 卡爾森先生的最後一個節目 是4月21日星期五 這個消息一出 霍士媒體公司的股票在星期一下跌了多達5% 指值減少了9.3億美元 卡爾森和霍士新聞的分手發生在該公司 和Dominion投票系統達成和解協議的一個星期之後 這是有關2020年總統選舉的錯誤信息指控 這筆誹謗訴訟將花費7.88億美元 長期以來 卡爾森一直是霍士新聞最受歡迎的黃金時段主持人 這位保守派脫口訴名人的晚上8點節目 一直是有線電視上收視率最高的新聞節目 該公司表示 將會用一系列霍士新聞名人來填補晚上8點的時段 直到指定新的主持人為止 塔克·卡爾森上星期五 對過去三年美國社會發生的價值觀錯亂的現象 進行了揭露和批評 他抱怨主流媒體有失公正 很後悔成為其中一員 他批評很多新聞人為了工作 寧願溫伏於上面的壓力而為心做事 這是卡爾森作為圈內人對現實作出的描述 作為對這一消息的回應 保守派似乎感到震驚 火焰電視新聞主持人薩拉·江薩雷斯 也在Twitter上留言說 《霍士結束了》 創笑書兒童作家馬特·旭爾樹在Twitter上留言說 《霍士新聞的災難成時刻》 每天電信報的馬特·旭爾樹寫道 塔克是至到現在為止 網絡和所有有線電視新聞中 最重要和最相關的人物 我對塔克·卡爾森感到非常震驚 霍士新聞最偉大的人才 保守派人士布魯斯維茲也在Twitter上留言說 保羅瑞安和麥多克家族毀阻霍士新聞 另一些保守人士表示支持卡爾森創建一個新項目 電影製作人和主持人Danesh D'Souza發問說 塔克似乎已經受救了他可怕的老闆 現在已經出局了 我遭完他在下一次冒險中一切順利 盧拉·盧麥表示 這是一件好事 霍士新聞遭到控制反對 他們有一個黑名單 甚至審查了塔克 現在他可以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 希望霍士破產 特別是現在他本質上是The Sanctus 新聞網 在之前的幾天 由於觀點雙左 A.O.C.曾經在美國媒體的訪談裡呼籲政府 禁止塔克·卡爾森和其他霍士主持人 白宮在今天24日宣布 蘇珊·萊斯將辭去總統拜登的國內政策顧問的職務 萊斯在奧巴馬政策初期擔任聯合國大使 後來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內擔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從拜登政府上台以來 萊斯一直領導著白宮國內政策委員會 他幫助拜登政府擴大了平價醫療法案 將通脹降低法案納入法律 還通過了槍支管制立法 拜登在宣布萊斯理職的聲明中說 作為唯一同時擔任國家安全顧問 和國內政策顧問的人 蘇珊的公職服務經歷創造了歷史 但作為領導者和同事 他對待自己職務的認真態度 他帶來的緊迫感和堅韌意志 他對行動和結果的質重 以及他對這項工作中表現出的正直 謙信和幽默 都讓他與眾不同 但拜登沒有提到 勒斯在白宮的工作什麼時候結束 而CNBC報導說 他計劃在5月26日離開白宮 勒斯的離職被認為 在白宮高層樓下重大空白 儘管勒斯的背景幾乎完全是外交政策 但他在拜登政府的任職兩年中 監督通過了重要的COVID-19救濟法案 兩黨基礎設施改革法案 和去年的通脹降低法案等重要立法行動 他還推動了拜登國內政策議程的制定和實施 白宮團隊目前正在為拜登的連任競選做準備 而且在提高債務上限方面 面臨國會共和黨人的挑戰 知情人士對媒體政客表示 拜登的白宮秘書兼高級顧問坦登 被視為接替萊斯的人選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24日,法國外交部召見中共駐法國大使盧沙耶 因他質疑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和前蘇聯獨立國家的合法性的言論 在歐洲引起了強烈反響 歐盟宣布或將重新評估調整對話戰略 中共駐法使館亡語盧沙耶切割 但聲明僅有發文版 法國外交部對法新寫說 法國外長科隆納女士的幕僚長阿西張召見盧沙耶 這將是巴黎做出非常堅定澄清的機會 報導說 這位戰狼的最新聲明不僅在法國 而且在整個歐洲引起了驚覺 當日捷克、立陶宛、愛沙尼加、意大利、盧森堡多國歐盟外交部長 紛紛通過路透社和美聯社等媒體譴責盧沙耶的言論 表示他們不是前蘇聯國家而是曾被蘇聯非法佔領的獨立國家 是歐盟和北約的成員 盧森堡外交部長阿塞爾·伯恩表示 中國需要告訴我們 盧沙耶的立場不是中國官方的立場 若是 整個國際秩序真的會被移為平地 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何塞博雷利表示 中國大使關於前蘇聯國家的主權和存在的聲明 是我們將在中國問題框架內討論的內容 理事會將開始討論中國問題 以便為歐盟做好準備 或者在6月將重新評估和調整我們對中國的戰鬥 謝田表示 實際上是給歐洲國家一個機會來重新那個評估的 中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權 中共這些外交人員、領導人到底是怎樣的課息 歐洲各國對中共的一些戰略 確實需要有新的一個調整 這個意味著歐洲人 也開始在這個戰狼的好角之下 開始覺醒過來 當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望出來表示 北京的立場沒有改變 表明前蘇聯共和國是合法的 我們願意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 為促進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方案做出貢獻 同時 中共駐法國大使館聲稱 盧的評論只是個人觀點 並非中國政府的政策聲明 毛寧並未直接針對盧的談話發表評論 被外界視為間接否認盧的說法 大使館聲明僅有發文版 而沒有中文版 也被解讀為不想讓中國民眾發言 時評人藍術認為 盧沙野實際上 是說清楚中俄之間 不封頂合作的結盟關係的實質 中共不僅僅是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 而且支持普京將來對那些 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那些 加盟共和國的領土要求 所以這一番的說話 當然會引起那些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強烈反彈 由於這些國家已經和北約簽署了共同的防禦條約 當然也會引起所有北約國家的強烈反彈 有網友調刊道 看來真的不需要打核戰爭 盧沙野的一句話就可以了 盧沙野的言論也讓馬克龍的外交努力再次受到打擊 知情人表示 馬克龍在沒有事先徵求所有歐盟成員國意見下 就呼籲中國調停俄烏戰爭 做到盟友批評可能危及歐盟的團結 目前馬克龍在國內遭到孤立 在國際上與盟邦疏遠 最近的多項民意調查顯示 法國國民聯盟議會黨領袖勒龐的支持率 已經超過馬克龍 馬克龍也稱勒龐有可能在四年後執掌政權 而盧沙野還表示 有關毛澤東流放、迫害、殺害幾百萬中國人 和習近平在文革中受迫害都是八卦 24日,多家媒體報導 中共前駐美大使崔天海的驚人言論 他近日對觀察者網表示 美國對華政策已不受美國 2024年大選結果的影響 因為美國如今將中國 認定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 不為餘力的集團政府、全社會的力量 來對付中國 中美關係還會有很多波動 甚至還可能發生驚濤賴的事情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教授對《大紀元》說 中共一種外交官其實都在執行習近平的戰狼外交路線 因為習近平說了要敢於鬥爭 這些外交官就加碼執行這種國際階級鬥爭的外交政策和路線 歸根結底系領導者本身對於國際局勢的錯判 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不排除立陶宛、哈薩克、拉脫維亞、亞美尼亞等前蘇聯國家 驅除中共外交官等 而且中共在世界外交舞台上頻頻出現驚濤蟹浪 逐漸形成四面楚歌的局面 在中美互相博弈的亞太局勢中 菲律賓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5月1日菲律賓總統小馬赫斯 將會到達華府和拜登會談 而這樣讓中共坐不住了 中共外長秦剛也緊急地對菲律賓進行訪問 有觀點認為 美國正在訪校不約模式圍堵中共 小馬赫斯在24日表示 由於區域情勢持續升溫 5月1日將會在白宮和拜登舉行會談 具體商討美非共同防禦條約會調整哪些具體內容 過去兩屆菲律賓政府都曾敦促美國明確地說明 美方會在什麼情況下 根據非美共同防禦條約來保衛盟友 而白宮說 這次回談將會重新捍衛菲律賓的堅定承諾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小馬赫斯張富華府和拜登會面之際 中共外交部長秦剛 4月22日和小馬赫斯和菲律賓外長舉行了回談 秦剛說 中方願意和菲律賓合作解決在南海的分歧 彭博寫說 這表明北京想削弱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力 中共希望加強與菲律賓的關係 是小馬赫斯上任以來和美國加強了軍事同盟 不僅為美軍開放軍事基地 在4月11日 美飛展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年度聯合軍演 人數超過1.7萬人 而相反菲律賓和中共的關係就在惡化 美聯社說 去年以來菲律賓已經對中共提出了兩百多次的外交抗議 其中自小馬赫斯上任以來至少有77次 大多數投訴都是涉及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為 包括2月份用軍用級激光瞄準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船隻 還有更離譜的是 日前推特上有一條好火的視頻 央視新聞女主持說到中非黃岩島摩擦事件的時候 竟然說 大家都知道菲律賓是中國固有領土 菲律賓主權歸中國 這是不爭的事實 網友大笑說 菲律賓幾時候亡國了 這是第一次聽到 還有些說 央視美女是不是在同門遊 全世界都是你們的 這樣就開心了 還有些人說 這就是一個大型的翻車現場 不過將中共的實際想法說出來 菲律賓在南海越來越突顯重要性 是因為菲律賓距離台灣最近 小馬赫斯自己說 在兩岸緊張局勢方面 我們處於最前線 而美國一再警告說 如果菲律賓軍隊、船隻和飛機受到攻擊 美國將會依據美飛防衛條約保護菲律賓 有觀點認為 韓國訪問美國、菲律賓總統訪美 這樣都顯示了 從東北亞到南海 印太地區的陣營對市形勢 逐漸明顯 自從2022年以來 美國明顯增加了在印太地區的外交、 經濟和軍事投入 美國正在臨無、北約無息 和日、澳、韓、非等相互結盟 對中共進行圍堵 打造印太區域的一體化威懾 而澳烏戰爭的爆發 催化了這個趨勢 北約也在這裡加入印太區域的戰略 2022年 日本、韓國、澳洲和紐西蘭四國領導人 首次受邀參加北約峰會 也就是說 美國正在形成印太的北約化和 北約的印太化的戰旅形勢 來圍堵中共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再會